余彥琦的甜點 又養蔥 一開始我會做甜點是因為 我爸爸特別愛吃甜食 那我又覺得 常常在外面買給他都是 新聞都一直爆說 加工食品真的很多 所以我自己不太放心 今天表示感動 按援余彥琦為他做甜點 安心又好吃 他靠著網路教學 經過十幾次失敗 終於研究出最佳口味 他做了肉桂捲 對朋友開的餐廳試賣 評價不錯 2010年真的是 對我來說 非常特別 靠我媽用 常講的一句話 就是有一點 歷經生死的感覺 齊齊大病之後 面對人生梗雞雞 想做什麼 就會立刻去做 在病床上面後悔 還不如病好了 趕快來實行他 在病床上的時候 我去想三件事 一件事就是 沒有好好 照顧我的爸媽 還有就是 我本身很愛唱歌 可是就是還是沒有 雖然有接觸到 可是就是還是沒有真正的 沒有讓我 爸媽覺得 以我為榮的感覺 第三個就是 因為我自己本身很愛 甜點 在家就有常做 然後就會想說 欸 看有沒有機會 就是夢想啦 想要讓大家都吃到 我做的甜點這樣 然後比較健康的 沒有加人工 人工產品之類的東西這樣 欸我們做到哪 這個肉桂捲也很重啊 麵團揉好揉滿後 放一片等它醒來 我先揉好 對 先做好的 時間有限 這個已經醒好了 然後灑一灑 趕一趕 再抹一抹 再灑一灑 邊邊加水後 捲好捲滿 再等份切一些 讓它二次發酵一小時後 送你烤箱以180度 是約烤40分鐘就OK啦 我每次出爐都 啪啪啪啪一下就沒了 所以才很有成就感 不愧了恩賴 開電夢想盡了 不倒